各位年友,南無阿彌陀佛 上星期六佛陀佛有說過 原來我自己認為自己念佛不能往生 其實這是很微細的嬌慢心 因為你不完全靠上阿彌陀佛 所以你不安心,其實是一種很微細的嬌慢心 好了,我們今天說的不是嬌慢心這麼簡單 為什麼我還是覺得不安樂的呢? 我唸佛最後最後臨終的時候 我可能有很多業障演詞 或者我在街邊跌倒 然後我暈倒,然後被人送走的時候 中途會不會我遇到醫護人員猜我呢? 猜我心口,那我就遇到業障了,對嗎? 那時候究竟是怎樣可以沒事 為什麼有信心這樣沒事? 為什麼唸佛可以沒事呢? 阿彌陀經有說過 事人中事,心不顛倒 另一個阿彌陀經的版本 是袁壯大師的翻譯就是 慈悲加油,令心不亂 其實是佛力加持 令你不會有這個痛苦 或者心不會顛倒 你可以承受到 因為阿彌陀佛已經放光護油 其實《無量壽經》有說過 阿彌陀佛一定要成佛 是為了保行此願 即是所有四十八願 每一個願 永遠都能夠圓滿 才能令你一切恐懼 遺作大安 其實這是你所有的不安樂 又怎會沒有考慮到 你臨終那一刻呢? 另外《無量壽經》 另一個譯本是 道盡阿彼苦眾生 即是 在地獄裏面的苦眾生 他們受那種苦 你想不想像到呢? 他的痛苦會不會讓你 臨終那一刻遇到的危機呢? 我們可以這樣分析一下 地獄的痛苦是怎樣的呢? 其中佛陀裏面有說過的 有一天阿彌尊者問佛陀 佛陀 佛陀 你能不能 老人家慈悲開示 一個地獄裏面的痛苦讓我知道 讓大家產生一個厭離心 問了好幾次 佛陀也沒有說話 不出聲 阿彌就再追問 阿彌尊者問佛陀 為何你不跟我們開示 阿彌尊者問佛陀 為何你不跟我們開示 阿彌尊者問佛陀 地獄的痛苦 是不能夠說 亦不能夠想像 痛得怎樣呢? 其實地獄的痛苦 如果有人能夠如實地說給你聽 聽的人能夠如實地了解那種痛苦 當下這兩個人都會暴斃、泡血、身亡 這件事很嚴重 佛陀又繼續說 他說地獄的痛苦太苦了 超過我們人的心力能夠想像 我們的心是沒有辦法接受到的 所以就會聽到的人、想像的人會爆炸 那你試想一下地獄裡的痛苦那種煎熬 我們就這樣聽、就這樣說都要爆炸 如果相對於臨終的痛苦和地獄的痛苦 大家認為應該是誰最嚴重呢?更嚴重呢? 一看這個經文 你就會感受到 我們就算臨終的時候 怎麼可能比地獄的痛苦的眾生更厲害呢? 那你一這樣想到 之前不是有一段經文說 道盡阿鼻苦眾生 那意思是怎樣? 他這麼痛苦 這樣的時候阿彌陀佛照樣救到 那你如果臨終遇到任何情況 會不會救不到你呢? 就是說一定救到你 所以你是百分百之安心的 我們又來看看善道大師他如何解釋一下 眾生清念 積除多劫罪 命慾忠時 佛與聖眾 智來迎接 就像這張接引圖一樣 都會全部很踏馬地來 做什麼?就是慈悲加油你 諸邪業系 諸就是所有 你所有任何障礙 無能愛者 那些冤親債主 那些人濕濕碎 所以是顧名 爭尚原也 這個是阿彌陀佛承諾的 那大家安不安心? 那所以念佛 可以安到我們的心 念佛 我們的心就會安樂 南無阿彌陀佛 感恩各位 好不怖 好嗎? 好了 好嗎? 感谢观看